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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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Timkey 我们试隔几个月 又终于去了行山 这次行一个 我们很想行 也是初心者 十分推价的山 就是阿夫里山 话说大家有没有吃过阿夫里拉面呢? 相信没有吃过的人 应该都会听过啦 其实它不单止在香港有的 日本也有它的分店 话说有一次 我们就去到日本的分店吃它的拉面 就发现原来真的有一个这样的山的存在 所以我们就文真了去行山的念头 在这里就等我跟大家讲一下 阿夫里山的背景啦 阿夫里山又名为富士山之父 自古以来都深受日本人的爱大 这一座山又名为雨降山 雨降山的意思就是因为日本人会在这一座山祈求五谷丰收 所以很多人都会来到这一座山参拜 祈求今年下雨令到农产品丰收 可见这一座山在日本人的心目中也有着一定的神圣地位 在新宿出发去到阿夫里山 大概需要一个半钟头多一点的时间 首先就要在新宿站那里搭小田急线 去到伊勢园站那里下车 再在伊勢园站的北口 巴士站那里搭4号翻线的巴士 去到大山Cabru站那里下车 整个巴士的车程就大约30分钟 因为大山Cabru站是终点站 所以由起点到终点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今次行山的路线 其实就是一个起点和终点都是一样的路线 在行山之前就要搭一个Cable Car 去到阿夫里神社做起点先 而我们就会用山顶做目标 途中会经过富士建台 下山的时候就走回建庭台的方向 就下山再搭纜车 那就是我们的行山路线了 现在走着去搭纜车 那就大概走15分钟左右 下车之后 反过来走着一条路上山 一路走15分钟就可以去到纜车后 我以为那里走15分钟是假的 谁知道是真的 是 应该是目标有三四八级粒梯 是 又没有三个月 在联系中 那里有三个月 有三个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会不会有好运 我先看看 小吉小吉 你抽了什么 抽了这个 Omiguchi 对 我猜应该是有空的 因为看到旁边有些人会放那些 帮回头 所以这个是挺好的 小吉好 小吉 去年是这样抽到空 是啊 今年终于改运了 前龟 你要把这个龟放在银包 是吗 我没有银包 即是你要送给我 是吧 自己去买吧 有没有金主 没有 求金主 是的 在神社的左边就是这个灯山口 之后我们就沿着这条路开始去行山 刚才走走走走 有个人踏山 问我们是不是拍片 然后就立刻说 不是不是 然后又问我们住哪里 有些受众药经 不敢说自己是拍片的人 对 现在开始走走 这里道数应该接近 多少 我猜 差不多直角 在后面 看看实际是怎么样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完全 看不到尽头 这里周围都有写东京的地点 例如竹地 四谷 或者东京橋 但其实明明这个地方和东京不近 这里是室内村 所以可能是因为 那个地方有帮忙做这里的修辑 可能 可能 我们现在应该走了20分钟左右 因为平日 所以沿途都 不是很多人 路况其实就是 这样 对 对 对 说回这次 究竟有什么装备升级了 因为 最近就没有在香港带一对鞋 但是 所以呢 我在日本就买了一对 所罗门的鞋 那现在鞋的名字叫做 XPLAY MIT GTX 那古名字其实就是一对 中筒 但是又有防水的一对 所罗门的鞋 应该就不是新款 日本应该都不是新款 但我看它就 挺便宜的 又中筒又防水 又 又漂亮 所以就买了它 这个是零支的应该 但是不知道怎么掉了 零支包子 一支包子 野生的鞋可能有毒的 一支包子 二支包子 哦 多少 十二丁木 走到它都没气了 在哪里 这里 这里 我们走到二十八丁木 接着现在打算 趕在 可能两点多到 上到山 可能都有一些时间 吃个饭 买东西 上去 我们买了旺服的车票 但是它终点 终点车就是 四点半 接着我们现在这个时间 是十三 五点十一分 即是只剩三个小时 其实都足够的 主要是看 看它做法 哎呀 哈哈 我们来到二十丁木 也是这个富士剑台 在这个位置 如果天气好的时候 应该是看到富士山的 不过今天有些大霸 所以看不到 不过我们 把富士山放进去 在这 耶 坏迷信 因为想保佑自己身体健康 所以我想我应该会 参与一份 我决定放了十元 下去 谢谢 这边 终于到山顶了 我好饿 现在要走 我們以為山上的茶屋會開 但今天沒有開 幸好買了便利店的食物 買了這個 這個來的 飯糰 我們2點45分在山頂走 即是走下來 走到另一邊叫建城台 官方聲稱就著走2.5公里 其實我覺得這邊是比另一邊而走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景色 什麼都看不到 因為今天太大霧了 其實有點像這個大東山走下去的感覺 我剛才過了路日 不好意思 緊張刺激的事情發生了 就是我們要說4點半那班纜車 但我們現在距離下一個分叉路口 應該還有幾分鐘 然後過分叉路口去到纜車的位置 其實還差半小時 但我覺得我們可以在半小時之外走完 總之現在的時間就是4點了 喂!碰到了! 碰到了! 哇! 4點23分 我們終於完成座鞠 師兄 先點部署 好不像吃大餐的嗎? 我好玩啊 走完山就當然是吃個阿灰拉麵做總結啦 我就不知道貼到哪條線 以為阿灰拉麵只有28種辣 我就點過8丁木的辣 即是射傳大拳宴 後來看一看原來 8丁木原來已經是第2個辣 我當時已經後悔不及了 我有跟自己說應該都不辣的 都算是羞恨的一種 後來吃完之後 都有點頭痛 去那間店裡吃個BR雪糕 止一止辣 就是這樣 我們這次走了這個阿灰里的山 也都吃了阿灰拉麵作為總結 總算對這個山有多了少少的認識 那今條片就到這裏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 comment like and share 還有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那我們下條片再見啦 bye bye